那兩天我仍然在埋手做生意 星期六就 星期二日呢 我回家終於一天要睡 因為我感冒未清 大家有沒有覺得我今後日飾了很多 其實除了因為我休息足夠之外 因為昨天吃了四海給我的 老心舍香 加 青芯丸 真的行 不是開玩笑 是真的行 所以今天很好 因為舍香 因為今天已經很多朋友上來 我們賣了十多二十盒 老心舍香 昨天一推出就馬上買了 還有紅心粉 紅心粉我又沒有試 好了,廣告先不賣 突然間不是很舒服 我懷疑 我懷疑 我真的不知道是耳朵發炎 還是扁桃腺發炎 因為扁桃腺發炎 這一邊也會影響耳朵少許 但也可能是耳朵發炎 我也不知道希望是哪件事好 如果扁桃腺發炎 就會比較辛苦 但是便宜 看醫生幾個水 如果我去看我的耳鼻喉 也有機會是耳朵發炎 因為 我懷疑我是否發過炎之後 年年差不多一次 耳朵發炎以前沒有 或者是年多一次 但是看那些耳鼻喉科 看一看 即是叫做手術 其實可能想要放耳朵 可以用耳朵瓶 去弄些耳朵 吸收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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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二千多元 我也不知道哪一種好 休息 可能不舒服 因為完全不直接 休息很辛苦 現在鼻鼻喉又未好 你是否有耳朵 又不知耳發炎 還是扁桃腺 又發燒 也太過瘋了